同学们,大家好 依照惯例,我们来看一下 本节所学习的内容 在后面的几个课室中 我们会来学习一下 Ruby的精髓 类,还有模块 可能对于学习过面向对象知识的同学来说 类还比较好理解 而对于邻居室的同学而言 什么是类 好像特别抽象 所以说,为了照顾一下 零技术的同学 我们可能讲的时候会先从方法讲细者 什么是方法呢? 方个性 有的地方叫函数,有的地方叫方法 这个区别性不大,这个区别不大 校园同学们注意一下,这个区别不大 有可能我后面也会说错 但这里真的区别不大 所以本节内容我们会先从方法讲细者 来看怎么样去自定义一个方法 那我们要先知道什么是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本节内容的安排 本节内容我们会先去学习方法的调用 你要知道一个东西 它怎么去做 但是你要先知道它怎么用 不仅要知道它怎么用 我们还要知道如何去多样的用 花样的用 变着方法来用 变着法子来用 所以本节我们会先来学习一下方法的调用 然后再学习如何去自定义一个简单的方法 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再读习如何去让它带默认值啊 如何有返回值啊 最后我们可能本节课的作业哈 就是对前面的这是一个梳理 把有些东西写在方法里面去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第一个内容 方法的调用 回到桌面 打开我们熟悉的终端 进入Ruby环境 方法的调用 那到底方法是个什么东西呢 方法或者说函数 它实际上是包含了一段代码 去执行某一个特定的过程 这样说有点抽象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点的例子 正如我们之前 所用过的那些方法一样 我们来回忆一下 我们用过哪些方法 看同学们是不是还记得住 GETS方法 大家师傅还记得 A等于GETS 或许我从键盘中所输入的值 有输个123吧 或许123的一个字符串 而GETS 它就是一个被调用的方法 这个方法有一个返回值 返回值的概念 这个返回值就是它去获得的这个值 它复值给了A 我们后面会具体来讲如何去写返回值 这个地方同学们先体会一下 GETS被调用了 然后给了A一个值 获取了这个字符串过后 我们是如何把它变成数字呢 同学们师傅还记得我在第三讲中讲过 有个什么方法 2i方法 可以把它变成数字 这个2i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调用过后 有一个返回值返回回来 同学们 在这里 我们一共调用了两个方法 而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方法 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个方法 它是直接通过 名字调用的 对不对 名字GETS 而第二个方法 是通过点号 用过点号 点出来过后 再去调用 这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不同 我们会放在下一节中去讲 而在这里 我们只是去体会一下 调用方法和调用方法后 所会产生的一个效果 好 看了这两个例子了 我们也知道方法怎么调用了 我们来试一试 自己来写一个方法 打开我们的subline 新建一个文件 存到桌面吧 Function.rb 我们来看一看 一个函数 或者说方法 是怎样一个格式 输入 D.E.F subline会提示你 会有一个代码模板 我们直接敲击 回车 好 同学们看到没有 D.E.F开头 N的结尾 其实有点像一副语句 我们来回忆一下 E.F语句是怎么一回事 E.F语句也是 E.F条件 然后ND 而函数或者说方法 它就是 D.F开始 ND结束 然后 这里 就是方法名 好 我们这里这个方法 应该叫什么呢 就叫test吧 删除不必要的代码 我们回到test 这个方法里面来 同学们 我们先回忆一下 本节课一开始的时候 说的一些内容 什么是方法 方法 它本身是一段程序 或者说一段代码的集合 那现在这个方法叫test 那它本质上是要包含一个 关于test的一段代码集合 就是说 它要去干一件跟测试有关的事 那什么事呢 我们就相当于来测试一下这个方法 我们打印出一个字符串来 就叫test 那好 现在我们在终端里面去调用一下这个test 看能否调用 中端表示它找不到这样一个test 那我们如何让终端来找到这样一个test呢 这也是本节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导入Ruby文件到运行环境中去 那本节我们要介绍一个方法 就叫require 然后它要跟一个字符串 然后这个字符串 它是文件的一个路径 如果你在Mac系统下的话 你直接把文件拖入终端中 就会产生路径 然后就可以导入了 如果是其他系统下 同学们需要自己手梳一下 路径地址 好 我们来导入一下 出导入成功 我们来运行一下test函数 打印出test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不知道同学们发现没有 puts它为什么跟一个字符串过后 就可以打印出来呢 也就是说一个函数一个方法 你可以把一个值给它放进去 处理过后 它也可以得出一个值来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要放进去的值 叫参数 把返回出来的这个值叫返回值 那来看我们的第二个例子 我们来写一个简单的加法运算 名字叫add add呢它要放两个值进去 一个叫A 一个叫B 然后A和B 我们让它做加法运算 把它的结果返回给终端 当然同学们可能不清楚这里怎么写 就我来把它博取按照return A加B 在终端运行 就需要我们重新来导入一下这个文件 所以同学们要退出一下 重新导入 然后我们来运行我们的函数 add 3 2 5 但其实哈 Ruby跟其他语言的不同是 在这里你可以不打括号 你还可以这样写 也是没有问题的 返回值 可以付给新的一个变量 c就等于13了 好 这就是本节的返回值 函数的 一个形状 当然还有一点我们还没有讲 就是带默认值的参数 我们可以试一下 假如我们有add调用 少写一个参数会怎么样 就直接报错了 那什么是带默认值的参数的函数呢 我们来看一下 a和b两个值 如果在a没有负值或者b没有负值的情况下 我们给a一个默认值3 给b默认值2 然后在中端里面重新导入一下 然后在中端里面重新导入一下 看一看 5 如果我只给a负值 还是5 改个6 可以看到 等于8 如果两个都负值 它也是可以运算的 所以这就是带默认值参数的函数 或者说方法 本节内容就到此为止了 现在给同学们留一个作业 同学们还是否记得 我们在讲if else的时候 讲过去判断一个三角形 给它三条边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三角形 好 现在我要求 把这样一个内容写在一个方法里面 这个方法有三个参数 叫abc 方法名叫判断三角形 然后给abc负值 然后打印出结果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三角形 用puts打印就可以了 好 本节内容就到此为止